Hello 大家早上好 然后谢谢大家在宝贵的周末 还抽出时间来参加 Hello Study的这个Webinar 我叫Vicky 我姓刘 BCIT国际部的招生录取专员 然后我主要是负责 国际学生的申请和录取 今天我也是会就是尽我所能吧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专业一些录取的要求之类的 我们通常在说就是 我觉得刚才Luna她有个点 说得非常好 她就是说BCIT是一个 比较有标志性的一个学校 BCIT的标志就是说 她的学习是读书和实践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 其实总的来说概括成为一点 就是说如果你以后想留在加拿大工作 你想找到一份工作 你想有一份就是可观的薪水 BCIT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反过来说 如果你是那种研究型人才 你是以后想去做研究的 那BCIT可能不是非常适合你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办学的方式 还有我们这个课程的设置 全部都是以这个工作就业 职业发展为前提的 我下面我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BCIT 我们是BC省的一个公立的理工学院 说到公立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毕业之后是可以申请加拿大政府签发的工作签证 我们大多数的专业是两年的diploma 然后这些两年的diploma 大多数学生毕业之后都可以拿到三年的毕业工作签证 BCIT大概是有300多个专业向留学生开放 我们在BC省一共是有五个校区 主校区是在Burnaby 然后在温哥华国际机场旁边有我们的航空航天校区 然后在温哥华的市中心也有一个市中心的小区 那里主要是读英语 还有就是商科计算机之类的专业 然后我们在北温哥华是有一个航海小区 然后在Delta岛上是有一个重工业小区 因为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我们是BCIT 所以我们是在加拿大的就是西海岸 基本上就是如果你们坐飞机从台湾 或者是从东亚的任何一个国家飞到北美来的话 就是温哥华基本上是你们进入北美地区的第一站 如果你以后要去多伦多或者去Alberta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会在温哥华转机的 然后我们是在大温哥华地区 一共是有五个校区 温哥华还是一个蛮宜居的城市吧 也是被世界上各个杂志评分机构 评为就是加拿大或者是北美的最佳移居城市 他在2012年的时候举办过冬季奥运会 就像我刚才说的BCIT大概是有300多个专业 然后向留学生开放 然后之后我会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些专业 我们每年大概是有四万五千名学生入学 这个数字呢就是也是让我们成为了加拿大最大的院校之一 然后其中留学生的数量是占到了11%到12%左右 我们的留学生是来自世界上就是110多个国家 所以这个留学生的群体是非常多样化的 学校是1964年建校的 然后至今为止已经毕业了大概20万名学生 就像刚才说的BCIT与公司有五个校区嘛 我们的主校区是在Burnaby 本达比温哥华校区 温哥华市中心有个校区 然后在温哥华国际机场旁边有个航空航天校区 我们在安纳西斯岛上就是Delta那边有一个重工业的校区 是在那个安纳西斯岛校区上面 我们有一个重工业卡车技术专业 这个专业其实还挺不错的 因为BC省它有很多的农场嘛 然后农场上都会用一些重型机械 然后也有很多滑雪场 滑雪场上也有很多重型机械 其实维护这些重型机械啊 还有平时的一些比如说汽车啊之类的 就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所以那个专业它之后的就业率非常高 几乎是100% 然后薪资水平也是非常高 然后基本上学生毕业的时候 它的薪资水平就可以达到一年6万到7万加币 这个是比其他专业都是要高很多的 然后这个专业里面也有大概450个小时 就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的代薪实习 然后我们有个航海小区 但是航海专业它不能向留学生开放嘛 因为如果你是要在加拿大的海域上面工作的话 你必须是永久居民或者是加拿大的公民 所以我们的航海专业是不对留学生开放的 这一点比较可惜 很多人都会说 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BCIT 然后BCIT和其他的大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总而言之就像我刚才说的一句话 如果你以后想在加拿大工作或者是想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工作的话 那BCIT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我们给学生提供的教育 我们称之为应用型的教育 Applied Education 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所有的授课 无论你是读什么专业 授课方式都是非常实用性的 然后他非常注重学生的这个动手能力的培养 然后在BCIT的校区 所有校区里面 你都会看到一些比较先进的 与时俱进的一些设施 比如说我们的计算机机房 实验室 我们的卡车专业 然后还有我们的重型机械专业 都会有那些模拟器 那些模拟器都是由这个行业捐助给我们的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有一个重型机械的公司叫做CAT CAT CAT 然后就像在我们的那些重型卡车技术专业里面 所有的模拟器都是由CAT那个公司捐赠的 很多学生他在读书的时候 就是在那些模拟器上操作实习 然后等到他们到真正的公司去工作的时候 工作的场景和他那个模拟器上是一模一样的 BCIT也有一些就是广播啊 然后视频剪辑啊 然后电视专业 BCIT我们的校园里面就有一整栋楼 里面大概是有三个或四个广播的 broadcaster studio 那个就是真的和电视台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的学生上课的时候 就是在那些broadcaster studio里面工作 如果你是对radio 你对电台有兴趣的话 BCIT大概 那栋楼里面有大概四五个吧 四五个就是radio station BCIT也有自己的电台 也有自己的电视台 然后你都可以在都可以在网上看到我们的学生的一些作品 其实今天我和我的同事刚刚在那个broadcaster center里面 做了一个就是现场直播的一个校园导览 还采访了广播和广播和电台的两名学生 让他们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你们如果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 是在我们的Facebook和Instagram的账户上 BCIT内部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是微电网 如果你是读电力技术的 然后你可能会在那些微电网上工作 我们还有一小片森林 然后也有一些水源 就是小溪之类的 然后学生也是在那边实习 工作的比较多 我们所有的专业都是工学结合 就是说你不会是说整天待在教室里面 听着老师在那边讲讲讲讲 你有至少一半的时间 是在那些场景啊 真实的一些案例上面工作 所有的专业里面 它都会有真实的projects 然后大部分的专业都会有一些co-op 我们的课程都是比较和那个行业的衔接比较紧密的 我们每个专业都有一个program advisory committee 就是专业咨询委员会 这个专业咨询委员会 是由所有行业中的资深的人士 或者是管理层的人士组成的 他们和他们不是BCIT的员工 BCIT不会给他们付钱 但是他们每年会和我们的老师见面两次 告诉我们的老师 现在这个行业里面最需要的技术是什么 他们会雇用什么样的人才 这样就确保我们的老师知道 现在这个行业中最需要的技术是什么 然后老师得到了这方面的消息之后 他就会确保学生学的不是十年前书本上的旧知史 而是现在这个行业中正需要的技能 BCIT它的就是课程设置也是比较灵活的 我待会会说一下我们的所有的专业 大概是分成两部分 一个叫做常规的日间专业固定课程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灵活选课专业 因为BCIT它是非常注重这个动手实践性的 所以其实BCIT它在BC省 在加拿大它就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 还是非常的有名的 然后很多的公司也愿意雇佣我们的毕业生 因为BCIT有一个非常好的生育 像在我们的本科和硕士研究生 他们的就业率是96% 意思就是说96%的毕业生 然后在毕业之后六个月内就找到了工作 我们大多数的专业是两年制的专科Diploma 然后专科专业的毕业生 他们的就业率是90% 其实也是非常高的 这个图片就是我刚才讲的 Heavy Duty Truck Technology 重型卡车技术专业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 这个是我们校园里面的真实的一个场景 你可以看到学生就是在这些重型卡车上面工作 我下面就给大家举两个学生的例子吧 这是其中一个学生叫做Amazon 他是2020年就是Pandemic开始之后的 那个9月份入学的 然后他当时读的是 他读的是两年的那个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Technician 就是和通讯科技有关的 就像我们现在我们都在说 就是要建立那个5G的网络嘛 其实这个就是Telecommunication 现在就业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他是今年夏天毕业的 然后在毕业之前他就找到了一份全职的工作 然后但是他工作了几个月之后 又被美国的一家公司挖走了 就是他可能就是人家可能是在网上看到他的LinkedIn 然后觉得他的履历非常好 所以他现在就是相当于是离开加拿大 已经调到美国的Texas Texas 奥斯汀吧 在那边工作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BCIT的这个学历 他的学教育的价值 在北美是得到非常高的认可的 另外一个学生呢是Ria Ria他是来自菲律宾的有学生 他是2019年在BCIT开始读书 然后2021年毕业 他读的是Broadcast and Online Journalism 这个专业就是和广播啊电视有关的 其实这个专业他涵盖的内容就是非常非常的广泛 你可能要学会就是如何去做主持人 如何去做记者 然后如何去写稿 然后如何去制片 然后如何去剪辑视频 在这个两年的Diploma里面 你大概要学120到140个学分所的课程 但是其实这样子对学生来说 就是课业当然是比较重了 但是对学生来说这是也是比较好的 这样你的就业的选择面也会比较广一点 比如说有些人你不想做记者的 那你以后可以就可以做幕后 然后去做一些视频剪辑啊 或者是制片啊之类的 但是如果你比较喜欢那种台前那种就是光鲜亮丽的生活 你可以选择去做主持人啊 去做那种出镜的记者 都是非常好 这都非常好的 就是给学生的选择就会多一些 这个学生他2021年毕业之后 他现在已经是温哥华当地的多余种电台新闻主持人了 就是在短短的毕业之后两年吧 然后我们的学生就做到了这个黄金档主持人的一个职位 所以你可以看到BCIT的教育的这个价值 BCIT一共是有六个学院嘛 然后商业和媒体 媒体学院计算机学院 建筑和环境学院 健康科学学院 能源学院和交通学院 在这些学院里面 一共是有大概300多个专业向留学生开放 其中就包括150多个常规的日间专业 和120多个灵活选课专业 如果你是对商科啊 或者是计算机工程应用 或者是自然科学交通健康科学有兴趣的话 BCIT都应该有适合你的专业 我刚才说到BCIT所有的专业可以分成两类嘛 一类是常规的日间课程 另外一个是灵活选课的课程 其实两者的区别 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这个常规课程的话 它就是你每个学期的课程都是固定的 每个学期大概是要选7到9门课 课业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然后这个你不可以说 我这个学期不想选那门课 我能不能到下个学期再学 这个是不可以的 因为它每个学期的课程都是固定的 但是如果是灵活选课专业 Flexible的话 你在被录取的时候 你会收到一个表格 就是一张所有的你需要完成的课程的列表 然后你必须要完成这些课之后 然后才能够毕业 但是至于你每个学期选哪些课 选多少门课 这个都是由你自己决定的 回到这个regular就是常规日间专业 因为它每个学期的课程压力比较大 所以它的英语要求也会稍微高一点 大多数专业都是要求雅思6.5或者是托福86 Flexible自由选课的话 因为你选的课可能会比较少 所以它对英语的要求也会稍微低一点 然后学费的话是regular 因为你每年学的课比较多 所以它的学费也会稍微高一点 我给大家可以举两个例子 然后你就理解了这个regular 常规日间专业的和那个Flexible 灵活选课专业的不同了 Geomatics Engineering Technology 这个是地理测绘专业 测绘科技吧 这个专业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regular 然后是一个常规的日间专业 然后它每个学期都要选7门课 你不可以说我这个学期 我想选6门课 我下个学期想选8门课 这个是不可以的 每个学期它的课程都是固定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课程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些所有的课 它都是和这个地理测绘有关的 它没有一些就是通识类的课程 比如说像英语文学之类的 就是没有这种通识类的课程 所有的课程都是和Geomatics 都是和地理测绘有关的 然后与之相反的是这个Financial Management Financial Management 它就是一个灵活选课专业 然后一共是57.5个学分 你在录取的时候就会收到这么一张表格 告诉你 你要完成这个57.5个学分 然后你才能毕业 我的 我的presentation差不多都是到照了 然后最后给大家放一段 就是短短的视频吧 可以给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一些专业是在哪些方面 B.C.I.T. 我的presentation就差不多是这样 然后希望给大家一个大致的 就是对B.C.I.T.的了解吧 其实我们跟Hello Study也是 合作了蛮长时间的 然后大家如果对B.C.I.T.的一些专业啊 有兴趣或者说是想了解一下 它的申请的过程的话 都可以咨询那个Hello Study的顾问 然后另外我还想强调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学校是没有 加拿大移民局的认证的顾问的 所以学生申请 就是加拿大的学习签证 study permit 都是需要自己办理的 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话 就是Hello Study 因为他们有经验 然后他们也有认证的顾问 可以帮大家办理学签嘛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信任 他们的服务 信任他们的工作的 然后我的presentation就差不多到这 那这边的话 我也先想询问一下说 很多人都会担心B.C.I.T.的门槛 蛮多人问Computer Programming 这一科系的 想问一下它的录取的要求 大概是在 可以啊 好啊 没问题 其实Computing它的专业 也是可以大概是分成 Regular的Program 就是常规的日间专业 然后每个学期 它的课程是固定的 然后像这一类的专业的话 它的最低要求是 亚斯6.5 然后托福86 然后最低的要求的话 还有数学要求 我想说这个专业 它近几年是非常热门的 因为我觉得在世界各地 应该都是这样吧 然后计算机行业 都是非常的热门 所以它竞争入学 它的如果你要确保 你有一个位置的话 那基本上 录取学生 它的亚斯都是在7.5左右 然后数学成绩是在 90%左右 所以这个是 你需要考虑的 这是Regular 就是常规日间专业 因为它的竞争 这个比较热门 然后竞争比较大 所以它的录取的分数 也是水涨船高 然后还有一位同学问说 请问筛选学生的条件 大部分都是以分数而高低 为优先入学 对 对 好 然后这边的话呢 想要询问一下 就是关于整个申请的流程 大概就是 譬如说我今天丢了申请 那我大概会得到结果 大概是一两个星期吧 一两个星期那样子 除了一些就是竞争入学专业 因为竞争入学专业 你要等那个就是过了申请节指日期 然后专业老师才会 才会评审你 然后给所有就是满足 基本入学要求的学生 就是排高低嘛 所以竞争入学专业会等的时间 会比较长一点 要等到过了那个就是 申请节指日期才会知道结果 但是其他的大部分都是 一两周之内就有结果 然后这个前提就是 要所有文件齐全的情况下 对 如果你文件没有齐全 然后我们会跟你说你这个application 是incomplete 不完整的一个状态 然后你之后可以再上传 就是其他的一些补充的材料那样子 但是提醒一下各位同学 就是是文件齐了才开始排队 就是并不是你今天提早 递交申请你就会提早上 是你文件齐了才算顺序 对对对 对然后我们昨天在讲的时候 其实还有提到一些 就是关于申请 然后waitlist还很长 然后这件事情的话 就是我们通常同学啊 是有办法知道自己 大概要等多久还是 所以这个是我建议你们 就是你在帮学生 递交申请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先发个邮件 问一下大概这个专业 是不是有waitlist 现在还能不能申请那样子 然后我大概一两天之内 我就会回复你告诉你 然后如果是你已经在waitlist上面的话 我也可以给你一个大概的时间 什么时候会有位置 但是这个只是大概就是不能确定 其实基本上就是如果你在waitlist上 是属于比较中间的位置的话 你大概要等到差不多开学前那个时候 可能有些陆学学生 他们学前没有批下来 或者说他们改主意了 他们想再申请其他学校了 你要在就是差不多要离学期 开学很近的那个时候 才会有一个seat offer 如果你在waitlist上 是比较靠后的位置的话 我建议可能还是看看其他科系 或者是看看其他学校会比较好 好的 然后我这边的话呢 也跟大家通订一下 就是我们 我们Hallow32呢 有特别跟BCIT争取了免申请费的名了 然后有争取到5名 所以呢 就是如果说有申请BCIT的同学啊 请尽快跟我们说 你至少可以等154加币 然后同学有跟我说 这样大概可以换80倍真奶 对 再来的话我们我们现在呢 就是如果说申请的话 我们就Hallow32的话会协助的部分 就是在申请之前 我们会先帮你看一下 大概有没有位置 或者说你之后 如果是用语言接的话 我们会帮你看怎么接 可以稍微省一点时间 然后也省一点经费 大概是这样 今天也真的非常谢谢Vicky 跟我们就分享那么那么多的资讯 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再留言给我们 然后我们之后可以再陆续回复你 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Vicky 然后大家如果喜欢Vicky的部分的话 可以再跟我们说 或许我们可以再约一次Vicky 看能不能有空来给大家分享 谢谢Luna 那我就暂时我就先离开这个webinar了 然后谢谢你的组织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就学业有成 然后申请到理想的 理想的科系理想的学校吧 谢谢 拜拜 拜拜